白色的小兔子睁着红红的眼睛四处张望 一旁还围了许多民众 这里是台中的省纪新村 每到假日都会举办市集 吸引大批年轻人前往 日前台中一对情侣挡到省纪新村约会时 看到有一名男子带着一群兔子 放在围墙上让民众围观 但怎么越看越不对劲 他就强行把兔子塞到我的手上 是我男朋友对兔子有兴趣 他完全没有想以我男朋友的意思 然后他就会讲一些什么 因为呢又觉得兔子可爱女友陪着他一起 但整个过程越想越不对劲 当下以为自己小题大做 没想到两人将事件po往后 掉出一堆受害者 也是问我说要不要当他干女儿 最少他年轻的女生 就是说你要不要当我干女儿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 然后不止我女朋友对他触摸 肯定有很多很多受害者 我们实际大省寄兴村发现 这名男子会主动将兔子抱给女生 让他们亲自跟小兔子互动 也有很多人会帮兔子拍照 养兔的男子也紧忙澄清 没有啦 他们女生都很喜欢兔子 他们我那边抱抱 我抱我就给他抱 原来有不少人都曾经遇过 这名养了许多只兔子的男子 他常常出现在台中火车站 勤美等人潮多的地点发送兔子 但被执疑一次虐待动物 他当下那时候喂他吃那个把的脸的时候 我也是跟他说兔子不能吃那个把 然后他就说吃一点也没关系啦 连一个兔子的精神状况都非常不好 我觉得这有虐待动物的倾向 动物进入适当中的出入的场所 要有适当的防务措施 如果说没有的话 当然我们会先进行劝导 劝导不听的话 当然我们就会开罚 询问下去警方表示 目前并未接获有其他受害人报案 是否有骚扰的嫌疑还有待厘清 而动保处也说未来将会到场稽查 若发现男子有不当饲养的行为 也将会立即开罚 东森新闻 廖志贵张艺云 吴俊祥 林轩 台中报道